Om A Rābhājā Nādī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士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为妙化 百浅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所罪 缘其如来真实 以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此地随处诸烦恼 然后欺等一皆如实力 那么下面今天就是说 那么云解除 他这里都是讲 罗特文博的科判里面 就是第四个问题 就是云解除此地确定的智力 诵词里面这样讲的 昨天我们不是前面讲 为什么是这样的真伦的根源 还有轮回的因 次地的因 他就前面讲了这些 那么这个呢 间接已经说明了 这个乌云的次地 乌云它具有一定的次地 这个次地的话 他今天就是这样讲的 次地随处烦恼 诸烦恼还祈祷一亿劫而安立的 意思就是说呢 他乌云的为什么先讲色云 然后讲树云 相云 行云 然后施云 为什么他先不讲施云或者先讲行云或者先讲相云 为什么非要先讲粗云呢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他这里已经讲了 一个在这个乌云是随着他的粗细也有一定的差别 就是外面首先色法比较粗 然后比较而言的话 最后的色云就是很细的 所以根据他的粗细来这样讲的 这是一个原因 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根据烦恼 我们众生无始以来的相续当中生的烦恼 首先是以色法开始 最后生烦恼到意识上 这样生的 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呢 比如说 我们做任何一个煮饭或者炒菜 全部是先有了器皿 然后在器皿里面装东西 最后人们可以享用 所以它有一种能以所以的缘起 然后还有戒的案例 这个三戒当中也是有分别 它这里色云属于色戒的 然后次第的到无色戒的最后由定上面 一直是这样有出息的差别 所以就有这几个方面 一个是刚才出息 烦恼 气荡 还有戒 通过四个方面的意义和必要 因此乌云里面先安理色云 然后逐渐地安理其他的云 所以这个我想是其他的俱舍论当中也没有什么不同的观点吧 基本上所有的说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因此我在这里不应用其他的观点 然后就直接讲他的诸书 那么我们下面这样理解一下 无因此地宣说有何理由呢 无因此地 我们讲相关状论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每一个法佛教里面并不是随行所欲 自己想安理什么 不是这样的 实际上佛陀对我们安理的任何一个名词 他有一定的必要 有一定的密意 只不过人们不知道而已 所以他为什么先讲舍运开始 最后讲到舍运 这样的次第有什么样的必要呢 这个是有一定必要性的次第 当然有些像我们不管是学习般若 还是俱舍论吧 有些这个法不一定有次第的 但是它这里的无因应该是具有次第性的数目 无因的次第是按照粗续的方式来宣说的 大多数舍 都市舍有阻碍并且粗大 大家都知道我们现无因当中 首先的色运 色运的话实际上它是有阻碍 它这里的阻碍 大家都知道 凡是色运的话 它有一定的阻碍 比如说柱子的话 它有一种阻碍性 我们不能直接穿越 不能直接越过它 所以色运实际上也是一种象 也是一种它的体象 它有一种阻碍 并且粗大 因此首先是宣说的 我们这个无因当中 色运是比较粗大的 人们都很远的地方都是看见 哦 这就是所谓的舍法 这里有一座山 这里有一条河 它外面的色运 马上能看得出来 然后还有一些色运里面所谓的一些神 像这些等等 这些也是人们容易发掘的 所以说它这里首先宣讲色运的必要是这样的 首先宣说的 因此最先宣说的 然后因为整个无因 它是色法和非色法 这两个里面全部是包括的 那么色法先讲的原因 刚才已经讲了 从非色法所谓 我的非色法 其他的在四个云 数相形式 这四个云全部是非色法 非色法当中 那么非色法来说 为什么是其中有四个法 为什么首先讲这个寿运呢 所谓的我的寿感觉 或者是叫感觉 名书是粗大的 过了这个以后 这个比较粗大 比如说 我们先看见色法 看见色法以后 然后自己这个寿 叫 接住以后 它有一定的感觉 所以讲这个寿运之后之相而有粗相 然后你接住这个法的时候 这个是好的 这个是不好的 然后这个我想获得得到 这个不愿意得到等等 它专门有一个制作它的本体的相 最后宣说了相云 再后愿我安乐 不要痛苦是粗心 然后过了这个以后 刚才有执着的相 执着的相有了以后 这个愿我得到 这是对我获得了一种快乐 这个不需要得到 它有这样的一种执着 这样的执着实际上是自己的心所 或者有一些行动开始取舍 最后就讲了心 然而实质是觉知食物的本体 所以是细微的 它是非常细微的 最后宣说食蕴 为什么宣说食蕴呢 因为它实际上是了知食物的本体 但是与食蕴相比较的话 所谓的食非常行为 因此它是通过一些出息的方式 最后宣讲了食蕴 为什么现在的人们对食蕴的研究比较多 不管什么样 很多人都研究外面的色法 外面的声音 然后对甘树方面的一些数据方面也是有一些的 然后后来它对如何执着 如何想 尤其是一些现在的心理学家 他们也喜欢对人的一些执着方面 也有一些有所研究 但是真正的心的本体 我们不管是大乘还是米乘 小乘还是米乘 就是所谓的心的奥秘吧 这个心到底是什么样的 心的奥秘是什么样呢 这一点除了佛陀的随顺者以外 尤其是大乘行者以外 很多人根本没有办法去研究 或者真正是挖出它的密具 所以所谓的心是非常细微的 因此佛陀也是慈悲地开始了 先给我们宣讲了所谓的色蕴 然后逐渐逐渐根据它的色蕴或者它的出行 最后已经宣讲了蕴的原因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呢 就这样说了我们表面上看到 好像这个事啊 书啊 相信事 这些觉得可能没有什么次第的 但实际上它有一定这样的次第 这个第一个无云次第的一个原因 从出息方面来讲这样的原因 这是一个 或者依照产生烦恼的次第而说的 对人们来说 产生烦恼的次第不相同 根据无云也是不相同的 因此也宣讲了无云的次第 怎么样产生烦恼的次第不同呢 无始以来 众生由于习舌而苏显看舌 苏显对舌法 他这里舌云当中主要是舌法为主吧 那么人们如果舌云当中的其他想 心 而不是声音啊 香啊 味啊 这些也是可以说吧 人们无始以来 首先都是对舌云 舌云特别特别地执着 然后首先从容易在自己的相续当中 生起烦恼的角度来说 先宣讲了所谓的舌云 然后由舌的梅与处而产生烦恼与苦手 从而烦的感受当中产生了颠倒香 首先是外面的舌法 看得好看的或者不好看的 产生了烦的关节和苦的树 最后产生了树 然后从乐和苦的感受当中产生了相 颠倒的相 这个是常有的 这个是清净的 这个是非颠倒的 这样的颠倒的相 相已经出现了 由相中产生了贪嗔的心 贪嗔的这种直接行动的贪嗔方面的 真正的幸运已经出现了 从而生起了烦恼的事 从生起烦恼的角度来讲也是这样的吧 我们无始以来的很多众生 真是心的奥秘 没有动到的原因 先对外面舌法开始起执着 逐渐逐渐的整个乌云在一个自作的过程当中 全部已经圆满了 这样的方式也可以先讲舌云 最后讲舌云 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通过能语所语 或者通过意语和比喻方式来 也宣讲乌云的次第 或者以神所享用之食物的器皿 以及本子所包括的食品 厨食 烹调 然后食者的寓意之地也可以这样的说明 他这里讲了 比如说 他这里舌云就像是器皿一样的 我们比如说买菜或者装什么东西 首先这个器皿没有的话 不过现在都是教课的 什么那个 也是比较数量可能比较多 这个首先就是它的主要的所以 然后所谓人们的树相当于是食品一样的 然后这个香光是有一个器皿当中装一个食物的话 如果你没有出事 没有做的话 还是不行的 同样的道理就是 专门光是有这个色法 而且有这个苦乐的感觉 但是你这个香没有把它执着的话 也实际上这个也起不到什么作用的 因为我们首先对外面有这样的色法 外面有这样的色法的时候 其实这个色法的好坏 对你的相续当中是产生一种乐或者是苦 但是这个乐和苦 如果你像出事那样的香没有去执着的话 这个也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 光是有一点菜或者有一点米饭放在那装在那里面 实际上还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 应该有像出事一般对他进行做 然后心就像是旁人一样的 然后这个出事他继续做 继续把它做完了以后 所谓心在实际行动当中 他这里这个心我们下面也是讲相应和非相应的心 所以不管是怎么用 这个心所 它里面不是心当中有很多的心所 心所的话它一一的区分 比如说他用贪心或者是用贪心在这里面 对 贪心也可以 或者是嫉妒 有各种心所进行给他取所 进行给他取所的话 就像是做好乐的食物一样的 最后这个食就像是真正要享用食品的食者一样 他是这样来比喻的 因此他也有这样的次第 这是从比喻或者意义上面的一种次第 或者按照这个戒 按照三戒的顺序来 也是先讲色运 预戒以色法为主 大家都知道预戒一般是身体这些身影全部是以色运为主的 然后参天 参天以树为主的 刚才那个树吧 树它有乐树和灯色树 刚才那个色迹当中主要是以这个树为主的 然后那个五色迹的话 前三个五色迹以这个相为主 他心里面都是像虚空一样 像意识一样 一切都是意识 所以他以执著的相为主的 最后五色迹里面最高的幽定实际上是行为主的 他是只有一种灯色的心在行为主的 然后这个色迹在整个三戒当中都是存在的 不管是色迹 无色迹 预戒 预戒全部都具足 所以我们无云的这种案例 次第 根据三戒的次第 三戒的次第为主 以这样来案例的话 也是可以的 这以上讲无云的次第 我们这里十二戒当中先讲色处 就是色处里面的十个色处当中的五个 他这里就是想 他为什么是四种色处里面呢 为什么先讲五个呢 就是有这样提出一个问题 那么先讲五根的原因也是有的 为什么先讲五根呢 因为取现在的缘故 取现在的外境 所以先讲了有色的五根 那么五根当中为什么先讲 耶尔比色 为什么先讲这四根吧 圣根最后讲在后面 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里说是 他是取大众所生对境的缘故 就是先讲四根 那么先讲四根的话 那么四根里面 为什么先讲眼根 然后耳根 然后讲鼻根和色根 为什么它有这样的次第呢 哦 因为他们当中有罪缘的能接受 能执着罪缘的 还有最快的有两种原因 因此先讲四根里面也是 通过圆境先讲眼根和耳根 然后通过缓慢或者快速和缓慢的原因 最后讲鼻根和色根 那么这个圣根最后讲的 或者它是身体的位置而这样的次第 只是颂词上面这样解释 我们下面从讲义上面解释吧 此外 六根中 宣说眼等五根也是有理由的 宣讲五根还是有理由的 因为五根是执着辞职对境 现在外境的有境 那么这个五根实际上是能去现在对境的 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量力宝藏论》当中也是这样的 《量力宝藏论》当中这些四根能去现在的外境 比如说分别念它能执着过去的接纳 有这样的 但是这些它能执着现在的这种对境 它的第一个原因就是 为什么先讲五根 先不讲义根 它这里所有的杀猪当中 为什么先不讲义根 先讲五根的原因是什么呢 先讲五根是有原因的 因为它对现在的对境如理如实地去现在的原因是这样的 后所一根的理由 那么这个一根为什么是后面说呢 后面说的理由呢 一根是去三十的诱经 它是诱经 诱经是形式方面讲的 那么这个一根实际上是去未来过去 现在三个时间都是这样讲的 而且它也是比较细微的 因此这样的原因它是后面讲的 而且缘语无为法 还有难以通道 难以通道的话 一般来说放在后面吧 我们经常有一些事情的时候 这个比较难做 稍微放在后面一样 这个好吃 先干脆我 这个先吃了吧 好吃的东西是先吃 好做的事情先做 然后比较难的 比较难懂的 这些一般人们也是喜欢这样的 所以所谓的一根比较难懂 它是牵涉到未来过去 现在很多方面的问题 所以干脆让它放在后面吧 然后先讲前面五根的原因是这样的 其中言等四根最先说 其理由呢 那么四中五根当中吧 五根当中为什么先讲四根 先不讲圣根呢 为什么是这样的 按理来 如果你道过来吧 然后圣 雅 阿尔 彼 色 或者道过来 为什么这样不说呢 这个也是有原因的 它的理由呢 在这个其中言等四根当中 四根是先说的 其理由是 因为四根它去大众 去四大所生的外境 而圣根实际上是四大所造也可以 四大所生也可以 这两种对境 它有这样的原因 圣根为什么后面讲呢 因为圣根它是所处方面来讲的话 实际上是因所处和果所处都是它的对境 因此圣根实际上是四大的对境也是去四大 还有四大所生的 前面讲的我们《果所处》吧 《果所处》里面也是汉日等等 有其中的所处吧 这些都是用圣根来取的 因此 其他先讲四根是因为四大所生 它是这样执著的 然后后面讲圣根的原因 就是身体能取四大所生的两种对境 七月的四则当中 圣根与耳根最先宣说的理由 那么其他四根当中也是 为什么先讲耳根和严根吧 为什么这样呢 此二则可以去耀眼的对境呢 然后彼此耳根去叫净的对境 它这个有一点差别的 然后这个圣耳耳根中 现所严根的原因 也是有原因的 原因是 严根所取的对境是遥远的 比如说 见到远处的河流 但却听不到声音 我们在这里 自清山沟里面的河 潺潺不息的江河 就是能看得到 然后到那个潭池那里的时候 一看的时候便就是 啊 流畅的河流能看得到 但是我们根本听不到这个声音 所以严根的话 很远的地方的这个境 它可以能取 而根的话 只有到旁边的时候 它的这个流畅声才可以听得到 所以它能取缘境 取缘境的缘故先讲远根 然后后面讲声音 讲耳根就是讲耳根 然后这个耳根和鼻根也是有这个差别 比如说 鼻子能感觉到的外境的话 耳根就是更远的地方 也听得到的 所以一般来说 鼻子耳根中 先说鼻根的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鼻根可以很快地去对境 例如 舌根尚未平常到的味道 鼻根已经先闻到它的气味吧 比如说我们做饭 炒菜 这个时候 你这个色根还没有上到的时候 鼻根马上已经闻到了它的味道 哎 今天吃饭 吃得肯定很好的 你看门口上进来的时候 哎 你是不是炒了很好的菜啊 我都说 在门口上都是 结果 舌头还没有接触 舌头只有接触的时候 才能真正上到 舌根还没有平常的时候 鼻根已经早就闻到了它的气味 所以说 这个也有快慢的差别 或者我们像声根和舌根比起来的 也是这样的 但里面有一些特殊的差别还是比较多的 这是根据它取的对境方面来远近啊 或者一些快慢等等这样的差别 那么或者它这个五根对身体的位置上面 也是不同而这样安立的 或者是按照根所处的位置顺序来说 严根据于数位 我们眼睛在这个头上面还算是比较高的 但是有些人都好像耳朵稍微高一点一样 七月的几乎 七月就过了二根 二根再稍微下面一点就是鼻根 鼻根再稍微下面一点就是舌根 然后这个声根本来头也是包括在身体当中 但是大多数的身体在舌头一下 所以这个声根放在下面也是身体的部位 它的位置不同也这样安立 先眼睛是最高的 然后是耳朵 应该是这样吧 但有些人真的耳朵稍微高一点 这样的 根据它身体的部位吧 从这方面也是从高向下这样安立的 通过选 其余的几乎都位于下方 通过选所楼雷处的次第 这里面已经讲了楼处 它里面的楼处已经讲了 然后外面的楼处没有讲 还有那个戒的话 它那个戒也是 只要从根的那种次第知道的话 戒也容易知道的 因此后面可以依此类推 下面讲《罗仑文波》这里面 也是用了很好的比喻 就可以了知外出的顺序 因为外境是按照油镜 油镜是指的是根 刚才油镜的次第而宣说的缘故 以此可以成立戒的次第 因为前面只讲把流处里面的前流处 十二处里面的根的处已经讲了 但是经的处没有讲 经的处不讲的原因呢 因为你的根已经确定的话 根的对境肯定已经确定下来了 所以以这个可以类推 所谓的戒的次第 戒有十八戒 但十八戒也可以知道的 过流失戒的 按照应的顺序而宣说的 其原因是如果成立了流根的次序 那么其他的成立流经和流失也很容易的顺序 比如说这个比喻我觉得还是很好 六位国王的顺序如果已经确定了 那么六位王妃和六位太子的顺序是不会搞错的 所以这个也是会顺序的 也可以按理的 那么同样的道理 刚才流根的顺序已经按理的话 那么后面的流经和流失的顺序一定会是这个按理的 因为根据更而按理外经和产生是的 所以说这个次第应该容易确定的 嗯 今天讲到这里 这次 确实在会讨计 这是在某个节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